这部带来的我们节目现场 我们首先呢赶快欢迎一下 我们的孟非孟大哥来欢迎您 大家好我是孟非 好孟大哥我问一下 您今天带来的明酒明茶的话呢 其中有一样 据说价值连层 是的可以这么说 拍卖会场上面标的一个价格非常的高 哇非常的高 我相信在节目中从来没有呈现过 这么高的 大概多少 真的要讲吗 讲一下 下节目就会被绑架 各路好兄弟 千万别来 我说说而已 不要绑架我 要就送给你 8500万人民币 8500万人民币哦 不得了 那个计算机好好的算一下 8500万人民币的话呢是几亿了 哇不得了 所以呢我们今天呢 外面的话呢请了非常多的保全 那保护了这一个 是查还是修 待会再告诉大家啦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因为呢 孟非孟大哥一路上呢就担心说有那个 有有那个 那个逮徒啦 会把你绑架 他自己带了三个朋友来 带了三个朋友来 你看自己带了三个朋友 都不是大那高手 都不是大那高手 好来 接下来这位 梁家翔梁老师欢迎你 嗨 欢迎大家好 梁老师呢则是请了非常多的这个警戒的好朋友 护送了他的这个古董茶过来 也没有什么古董茶 最主要我这不是警戒朋友 只是路边打造货 穿着警服而已 我问一下哦 梁老师您带的是哪一个朝代的茶过来 这茶叶也不是哪个朝代 不敢讲哪个朝代 其实就是我去演讲的时候朋友送的 还有一个呢是自己就是觉得不错 味道 我这种人是喜欢感觉 对 性学跟我感觉非常好 要我上节目 我是再忙也来 味道对 味道对的东西我吃 味道东西对的我喝 尤其我 咖喱呢 有个我们香港来的 老乡 遇到知音了 所以我们等一下去去 他相遇过你 叫保镖 叫保镖不要 你知道梁老师 梁老师刚刚在化妆室的时候呢 就已经跟那个孟非孟大哥呢 已经打成一片了 你哪里来啦 用广东话在那边讲 梁老师的广东话讲得好 然后呢 这个也是一个美食专家 所以呢 大江南北的美食 他全部都吃过了 最重要的是 他收藏了非常多非常多的古董级的 不管是茶或者是酒 你看美食家的话呢 基本上收藏的东西就不会太差 所以呢 他带来的茶也是耗自己的 哇 听到耗自己的话呢 国际拍卖会场上面呢 动農就是数十万 数百万 你不要害我 待会我们就好来看一下 因为这 庆全来这一套 你不要害我 不吃钱了 因为呢 三百百块 刚刚呢 这个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茶叶专家 我们梁老师呢 就说哇 那个也是不得了 来赶快我们欢迎一下 梁周杰梁老师也欢迎您 大家好 好 待会我们就好好来请 那个慈老师 帮我们来好地见价一下 到底这些茶的话呢 价值多少 然后呢 接着呢 我们就邀请我们的 建酒师老九龄 欢迎老九龄 大家好 好 请接着呢 我们就要先邀请梦飞梦大哥 今天您带来的东西 真的是有够可怕的 因为我从来都没有看过 这些老酒跟老茶 是 然后看起来每一个都是 哇 有年代的 而且呢 一看就知道 那不是常在故宫 那就是被收藏家 所收藏的 我觉得你家应该是像故宫一样 对不对 你上回带来的 带来的酒 对不对 也是那种 哇 具有年代的 故宫有什么用 在老九龄面前 不值一个钱 我花了那么多宝权 护送两个宝瓶 两千块 对啊 想要一顾下来的话 我今天拿这个来 你看看 没有在说什么 我告诉你 想不对 孙悟空在里面 好 你当这个讲真的 那个没有酒了 讲真的啦 今天这个真的是价值连城 但是真的不是我的 所以各路人嘛 我也只是跟我一个好朋友 收藏家 却来 当是一个艺术品 供大家看看 也考考我们老九龄 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可以吗 让我们长长眼 对 让我们长长眼 让观众朋友有福了 这真的是西式珍宝 要办就全部都是那个国际拍卖会场上面的东西 对对对 好来 出户笔啊 对 出户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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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啊 当然啊 外国啊 后面那个茶也很厉害啊 对 慢慢的一样 我们来看一下 告诉大家我看到我 我吓一跳 好 我们首先先来看一下第一样 好 这一样呢 是民国77年的开国纪念酒 来 这瓶酒怎么来的 这瓶酒呢 就是77年嘛 开国 那这是我岳父送的 岳父啊 岳父为什么会送你的岳父 对 他有好多个岳父 你一定要这样强调吗 老师 这瓶子 这是见末儿的季度啊 观众朋友已经忘记了 对啊 你干什么呢 你是三个老婆 你这个心象那么的好 那么的端章 你干什么什么 哪个岳父啊 爸爸不要 哪一个爸爸 长长 岳父 四面楚歌啊 真的是暗箭南方 明箭都来了 不得了啦 这是我岳父 那么 现在太太的 爸爸 现在太太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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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给面子的 笑了 OK 他送我的 那个因为 我爸爸 我这个岳父不喝酒 但是他喜欢收藏一些 比较有古味的东西 那他身为我岳父 但是呢 就像哥美一样 其实没到我几岁了 那我们常常有交流 那有一次我在家里面说 我就说 爸爸 我说 这一瓶蛮古典 蛮雅的 这样子 他说 哇 他就讲了一堆 七七 什么卢沟 乌桥事变啊 什么的 哇 好像在考我历史啊 什么 结果 相谈盛欢 他说 喜欢就带回去吧 就这样子而已啊 我就把它当成是个艺术品 对 我觉得还不错 这青花 然后这个线条很简单 然后满典雅的 是这样子 这个是民国 七十七年的一个 开国纪念酒 然后后面呢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呢 是台酒公司 台湾省酒公卖局所出的 而且呢 他这一个 青花瓷瓶的话呢 是仿故宫的 永乐年间的一个瓷瓶 叫做四季扁瓶 扁花瓶 来 我们请老九龄 帮我们看一下 所以呢 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孟非孟大哥的话呢 很有眼光 知道说 这一个酒瓶的话呢 其实具有历史意义 好 趁着老九龄呢 在看的时候呢 我们也让大家了解一下 大家去故宫的时候 一定会看到这一个瓶子 你如果没有看到 这个瓶的话呢 代表你没有到过故宫 因为呢 这个瓶子的话呢 已经变成了故宫的一个代表了 它是永乐年间的 这个是景德镇所出产的一个瓷瓶 那这一个是青花瓷 全世界告诉大家 这个青花瓷的话呢 目前有记载的话呢 总共有六瓶 仅存六瓶 其中有一瓶的话呢 是存在于台北的故宫 品项保存完整的 好 另外呢 我们再看一下 2011年的时候呢 北京有一个拍卖会场 也拍了这一个青花瓷瓶 它的成交价呢 是在1.2亿人民币 约合台币呢 是6亿 不得了 真的不得了 所以您真的是有眼光 有眼光 即便是这一个是 仿故宫的瓷瓶 所以它一定要印吧 对啊 有眼光 所以后面势必要印 仿故宫的 对不对 有眼光 6亿哦 6亿哦 这个瓷瓶应该没有6亿 海角七亿 少一亿 你应该把那个仿 把它涂掉了 那不可能啊 好 我们请老朽瓶 帮我们估一下 哇 好 这个是仿主 这个年间段 五亿还是三亿 两亿 您自己估几亿 两亿就好 回亿跟四亿 两亿回亿跟四亿 好啦 多少啦 今天比较乖 我自己估的 没有我 五千就好 五千就好了 对 五千块就好了 对 眼心没那么大了 对不对 好 来 我们请老朽瓶帮我们估一下 估太高 它也是很低啦 哈哈哈哈 好 这个民国 其实七年的一个 开过纪念酒 目前市场上 行情价是多少 请见下 大陆真的可以卖到五千 嗯 人民币还是台地 哦 哎 那我们中肯的 对 但是在台湾 你大概只有三千块的行情 哦 那也不错了 不错了 它这个 其实酒还算不错 很满 很满 而且它没有用酒出来 但是我要跟你解释一下是 嗯 第一个这个 当时出来是卖八百块 哇 哎 我相信 因为我岳父买东西 大概 有没有超过一千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就在几十年前买也是一样啦 可是他把他正常的东西送给你 对啊 那是心意啊 心意啊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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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瓶酒还送了一个女儿给你多好 真的真的真的 那第二个原因是它的量出产的有点多 哦 那所以造成以前在市场上没有人要 就是白蓝地整个市场衰退以后 对 它的销路是很差的 而且外面收购价是很低的 好 但是呢 这个是仿故宫的一个食品 所以呢 这个要好好的留着 哎 不错 五千块钱不得了 三千块钱本来是几百块钱啦 嗯 七十七千块钱 今天不错 表现很好 蛮忠诚的 你今天带那么多人来 哈哈哈哈 稍安勿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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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没事没事 好来 接下来这一个的话 为什么带那么多人来 最主要就是要保护这一瓶 是是是 来 这个 这个应该算瓶吗 还是算瓮 还是算 你看哦 讲良心话 先 先从外观来看看它 你看 它是属于 藤跟皮 嗯 这是皮哦 皮革哦 嗯 那这个是藤哦 嗯 你看 几百年前 就有这种手工艺 那它的图腾 那就 应该待会让我们老九龄讲讲看 它上面的一些图腾 应该是从埃及那个年代 那些东西传过来 还蛮古的东西 那所以LV算什么 嗯 以前你看 我们的老祖宗就知道 这么厉害了 好来我们看一下 李氏家族 然后底下 什么什么 什么教堂 这边字已经看不出来了 什么教堂 然后呢 传子 孙 万代 什么什么 新太平之类的 是是是 这边有一个年份 但这年份我看不太清楚 什么13年 嗯 光绪 光绪是不是 光绪是13年 光绪是13年啊 对 哇好几百年 哎呦 哦 清朝的东西 是是 教堂 是的 教堂的哦 好 你看他还不变形哦 对 你看 没有变形 你看这个就厉害了 好 所以这个是你朋友 你从你朋友过 我那边收藏的 对不对 是是是 他今天很慷慨的 说让我呈现的节目里面 我们可以把它打开来看吗 当然可以啊 当然可以 它这个里面呢 它这一个地方的话呢 有这一个 呃 应该是 扣子 对对对 扣子 总共有三个扣子 同扣 这个是同扣 然后呢 直接拿起来 对对 拿起来给大家看 哇 哇 这是一坛酒 里面还是青花 里面是青花 对 哎呦 这很厉害耶 没有 这个打不开 它是石灰跟珠雪巨峰的 石灰跟珠雪 对 好 那莫非莫大哥 你有没有问朋友说 这一坛酒到底怎么来 哦 哦 我朋友他收藏的 他在大陆 哦 当然了 讲人心话 因为每个人 到一个金字塔 然后到一个层次 他们有那个层次的人 对 那他是 应该是花了很多的钱 嗯 求对方割爱 哦 对 就是 然后他从大陆 他们有共同的一个血液 就是说 即使我割爱 但是我可以随时还是来看 因为这是一个 讲人心话 它的价值是 两户的地宝啊 两户的地宝 大家这样子有概念 两户的地宝 来给大家看一下 他打了一个问号 光绪年间的酒 放到现在 如果清朝时期 我刚刚前面 那个开场的时候 就告诉大家 在国际拍卖会场上面的话 我们看到的古董 基本上都是可以使用的古董 是 能够喝的古董 一个是酒 一个就是茶了 是 那酒里面的话呢 你能够放到现在 从清朝时期 甚至呢 更远的时代放到现在 然后酒没有坏掉 而且能够喝的 毕竟是少数 当然 那所以呢 如果他能够喝的话呢 代表说这个酒的话呢 那真的是价值连城 可以从清朝放到现在 对 好 但是呢 我现在 因为 没有办法开嘛 是 所以你不晓得说 里面到底是什么酒 还是 老九龄 你这样看得出来 白酒类的 你要不要吸一下 白酒类的 不会是黄酒吗 确定 不是 我有闻到 不是白蓝酒 你有闻到 我有闻到 你有闻到 有闻到 你的鼻子这么厉害 孟非孟大哥 你闻看一下 哇 这是白酒 你的鼻子有那么 这样闻得到 没有啦 我刚才在靠进去有闻到 不是这样的 我怀疑呢 靠进去有闻到 我怎么都没品到 我品到就像是 因为我们姜乐乐还厉害 我看 我受不了 我要来闻一下 来来来 梁老师来闻一下 好来 茨老师 你也来帮我们看一下 等一下 老九你刚闻的时候 靠哪边 这边 你不要闻他那边 我不知道 会不会感冒 没有了 不会 真的没有感冒 那个梁老师的鼻子 鼻子灵敏 嗅觉也灵敏 对对对对 所以一定要让他闻 你不要被孟非传染就好了 然后那个 这样会娶好几个老婆 梁老师闻完以后呢 就知道了 这到底是什么酒 哇 这是数百年 怎么闻得到 你闻得到 有有有 他其实他必闻不成功 这样子给我讲的漏气了吗 怎么可能闻得到白酒 闻不到对不对 对不对 闻不到对不对 所以我说 他的鼻子真的是 如果你闻到白酒 但在我 我的想法应该是 各位观众朋友们 当你转到这一台的时候 不要觉得很奇怪 怎么一群人在那边 在那边闻这些东西 他像小狗这样子 然后再闻 所以我说他 孟非孟大哥说 这一瓶就是 青少方训言之间的酒 没有办法开 所以不能车的情况之下 我们只能用闻着 这怎么开啊 这怎么开啊 聊一下味道会不会出来了 黄酒的味道 黄酒 等一下 梁老师呢 我觉得是黄酒 等等啊 因为我刚刚闻到的是一个 那个 梅子味 所以老舅你 你干嘛不准嘛 这不准 开吧 我跟你说 你这是一万五 你刚刚就骗出五千 哇 你干嘛 那个里头逃 一万五 好来 酒里面 大家已经意见分歧 有人说白酒 有人说黄酒 好那我们再请池老师 等一下我再闻一次 再给他闻一次 我看你有没有比我家 乐乐厉害黄酒 其实这个东西 可以从外观先做一个判断 好来 池老师 我们再看一下 来给大家看一下 刚刚呢 这一个 这应该要好好的研究一下 那那个老九龄跟池老师 我们一起来看 这一个外面的 这一个藤边 跟这个皮边 好 这一个藤边的话呢 的确很有意思 因为它是藤再加上皮 那藤的上头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历史的痕迹 可是问题是历史上面的一个痕迹的话呢 这个藤所出现的一个颜色 很奇怪 它居然有青铜的颜色 也就是青铜锈石的那个颜色 好 那旁边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敲给大家看 这个地方呢 其实它是皮革的 皮革 上面呢 是有纹饰的 我其实 还有图腾 我刚刚这样子做 其实有点 有点错误的事 但不能这样子 因为是清朝光绪年间的东西 这样气息 这样敲实在是 有点玷污了他 对不起 我 我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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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敲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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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敲了很多钱 好来 老九龄 它上面的这个纹饰跟那个藤边 到底有没有老化的一个现象 主要你要看它是很多这个 埃及的图案 这是埃及吗 埃及的图案 它上面是不是有 再近一点看看 这个是埃及的图案 这个是不是要 我们再给它特写一下 它这个是热压的成型 你看你看你看 转正一点 你看 你看 好来 给老师看一下 没关系 我把这个拿起来 来 给大家看一下 三个老师来鉴定了 老九龄 不论你还是权威了 还是你了 来 帮忙 其实 这个我倒不觉得 它是埃及的图案 有一点像 这个应该是埃及 埃及老老王的 我现在讲 老九龄生气了 这干嘛 他就没面子 这是公交资许 因为中国 在唐宋之后 有非常多的宫廷里的工匠 他都是外来的 其实江南最多 其实我们到了扬州以后 你会看到非常多 从马可波勒以后来的 很多西洋 阿拉伯人 很多的 他们到了扬州 所以这样 因为这种青蛙池 为什么我跟老九龄讲 我说它是黄酒的原因 几个 第一个 青蛙池产将来 但是将来人 他们在边种 藤边的时候 比北方好 所以北方 你看像茅台酒 都是之后才有的 这种白酒系列 就北方人喝得多 南方都是喝黄酒系列多 这一点 你肯定要信服 而且手工也 这一点 比较手巧的 这种都是南方的 外国工艺 南方的外 它这个酒瓶是后面 它酒是原来 这个酒瓶后面这个罩子 后面再给它做上去的 它原先的酒瓶 老九龄你看 一天到老师就在讲 青蛙池它肯定应该是 好 那老师 梁老师 我们先不要看这个酒瓶 那就以这个编织来看的话 它是属于清朝时期的吗 如果按照您刚刚这样子讲的话 就是说 当个年代里面的话 其实有很多的工匠 包括你刚刚讲的 阳州那个地方 阳州那个地方的话 有很多的工匠工匠的话 都是御用的 所以有很多的工匠 包含像是我们看御器 大家看那个雕刻 非常非常的精美的御器的话 很多都是阳州的工匠下去 雕的 可是阳州那个地方的话 江南那个地方 其实不产御的 那御呢 都是从和田那边过来 但是呢 经过了阳州这一个地方的 对 这个琢磨 那您这样子一看的话呢 这个到底是不是 真的是那个年代呢 清朝时期的年代 这个这个应该 清朝那个年代也没有错 但是我可以肯定的说 这外面的框子 是为了这个瓶子做的 过去吃酒啊 就是封这个酒啊 它就是一坛一坛的送 它外面不会再有包装的 因为中国的清花池本来就是一个很美的美食 是是是 它不会再用外面的东西折腾它 包起来 对对对 所以后面之后再加装了这样的一个框子 为了它而去订做外面的这个东西 等于是这个包装盒 对 但是包装盒都用得这么的慎重 对 应该这个是 这么的 为了吃虎而做的 好来 慈老师您看 我的观点 因为我们鉴定一个 这个纸小心不要把它磨过来 我们鉴定一件东西就是要用很科学跟逻辑来看 是是是 否则就是用听的 对 那比如说我们讲这张纸 因为想必这个物件跟这个纸是一起做出来的 所以这张纸呢 在封的时候你要看它是毛笔血还是硬的 还有呢 上面有撒金 另外它有落款 那个款呢 它有两个款在上面 那个款呢 比如说我们看颜色 是珠泥的 还是用什么样颜色 那这个看起来呢 还有这个木头 这个木头其实看起来不是很老的木头 这个木头 这是一个值 一般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到的木头 所以要很多的角度去研判 好来 老九龄呢 好 有没有年代 这个有没有年代 我跟各位解释一下 一个它是夹成板做的 它里面是夹成板 木头 它不是木头 是夹成板 夹成板 对 我们这个现代的芯 就是这样夹成 就是一层一层 这属于现代的几十年内 夹成板 就是三合板 夹成板通常过不了三年 你又不要乱讲了 夹成板 夹成板 只要你放干燥的话 因为它这个很 那个纹路都有出来 你只要上漆放干燥 基本上它不会分解 第二个 这个确定是硬的 这不是用手写的 那当然是用硬的 不然是变出来的吗 不是应该用手写啊 你他们的清朝光训年间就开始硬了吗 对 它是有硬的 可是这个硬的 硬的那个木颗反应 跟老师 不一样的反应 老师再看一下 它这个是比较现代的那种硬染技术 硬印刷的方式 对 它是现代不是古代的 在save and in 这是木颗反应 而且你看这个纸的话呢 上面还有那个什么 撒金粉 对 那很像那个过年的时候 人家写春天的时候 再来跟各位解释一下 应该是做旧 我再跟各位解释一下 这个东西不是皮 它是用硬的 就是用压膜印出来的 它不是用手工雕的 所以如果依这种光绪十三年 它并没有这一类的这种做法 而且这个皮 还不一定是真皮 所以因为要 它这个上面是有上一个东西 还有这个铜器 这铜器也是几十年的 为什么 因为这边还有那个螺丝 这个是用科技做出来的螺丝 大量知道 它不是铜制年的螺丝 不是那以前那种手工的 这种是有个模具的 所以应该是几十年内的东西 OK 好 那大概知道 那请两位老师先请回 那假设我们想说 如果这个是几百年的 但是它的那些卡榫都坏了 然后再装上去 有没有这可能 你看纸是贴在这上面的 这样子是吧 对所以这层纸的话 也是属于现代的印染技术 跟它的纸张贴在这上面 包括这个工具 这个东西 它都是几十年内的东西 并没有在清早 也不可能超过六十年 莫非莫大哥 你不要再问下去了 因为你刚刚估上意 现在已经得到只剩下几百万了 你再问下去的话 可能只剩下几十万 跟各位讲了 有时候一些东西是见仁见智 还真不相信 那既然说站在旁边 叫声老师 我们不能说他不行 那既然人家在国际的舞台上面 有这个行情 八千五百万人民币起拍 你刚刚讲八千五百万就是这个 当然啊 所以什么东西 有时候在老九龄嘴巴里面 我也实在不敢恭维了 大家就当是一个艺术 笑话看看就好 好来我们请老九龄帮我们顾一下 看有没有八 不要讲说八千五百万人民币 是是 八千五百万台币就好 台币 日币都可以 好来我们顾一下 这个是来自于清朝光绪年间 光绪是三年 然后我把它放回去 来光绪十三年 对没错 光绪十三年 李氏家族的叫藏酒 那因为没有开封 所以也不晓得这里面到底藏的是什么酒 目前市场上行情价是多少 请见假 是宋总 宋总他 目前市场上行情价是多少 请见假 我觉得上这个节目有点神经病 好来我们请老九龄帮我们顾一下 看有没有八 不要讲说八千五百万人民币 是是是 八千五百万台币就好 台币 日币都可以 好来我们顾一下 这一个是来自于清朝光绪年间 光绪十三年 然后我把它放回去 来光绪十三年 对没错 光绪十三年 李氏家族的叫藏酒 那因为没有开封 所以也不晓得这里面到底藏的是什么酒 目前市场上行情价是多少 请见假 这边也无法估计 没有 第一个它里面到底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 是是 第二个它的藤边这个东西 它不是处于清代的 我让你估两个 因为我们不知道里面酒到底是什么 我们刚刚用文的 有人说黄酒有人说白酒 如果是白酒 如果是白酒的话 如果我在市面上看到有人在卖类似的东西 他们开价大概是十万到二十万中间 但是他们会赋予一个很美的故事 他们大概开十到二十万 一个很美的故事 对 你意思是说我没有故事 你刚刚孟非孟大哥的故事还不够细呢 我还不够细吗 你的故事是路边餐的故事才好听吗 你的水准是我小儿子又有那个故事吗 先忍耐一下 我是讲这一旺还没有爆发这一个 你当然有这一个 可能驾驶是无价的 这个是无价的 对 无价的 那么一般我在市面上看到很多人都是这样子在卖酒 然后它大概开十到二十万 这是一个瓮子 然后里面都放米酒 放米酒 然后放米酒它也会打开给你喝 然后说是从地窖拿出来的 那这个我遇到的情形是这样 那当然啊 像这种的话也是copy的嘛 也可以装个煮菜的米酒给你喝 问题这个东西没有开封的 我告诉你 那这个东西 第一个它青蛙石是手工绘画的 但是它应该也没有到清朝 如果你光清朝像这样一个民谣的话 如果真的是清朝的话呢 如果是民谣也数十万 如果官谣的话那大概也是几百万 因为它是属于 它不是属于那个 那不是官谣的 对 它不是属于山谣的 它没有到细道说是官谣的 这个 这个是民谣的 民谣入侵几十元代的自阵型的一个形质 但是呢 这是后仿的 高级后仿 因为那个右药上面还有开片 你注意看你的位置一定要有开片 对 手工的 然后它的发色呢 就是说一般这个在元代呢 是叫苏伯尼青 那这个颜色很像 很接近 但是它的肉线是在那个扭那个地方 这个地方 扭呢 因为苏伯尼青会出现 有一点咖啡色跟黑色 对 这叫孤料的一个转换 对 但是它没有 对 所以呢 就露出它不是那个年代的转换 如果按照这样子看的话呢 它是民国以后的东西了 对 也是近代的东西 应该是七零年代左右做的 七零年代 而且这是景德镇高级工艺师做的 因为它在画这个玄纹啊 那个有好几层玄纹工画得不错 好 那如果知道这我们不管里面的酒的话 您给这一瓶酒的话 包含了外面的这一个 这一个 非常的精致的这一个 艺术品 然后呢 再加上里面的这个瓷器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那个瓷器比较值钱 瓷器比较值钱 对 草光是瓷器呢 瓷器如果是那个年代 然后它下面都完整的话 这个现在在市场上以这样的功料 还有它的瓷器 它除了有一个部分就是说 如果它把瓷器再做旧 把它处理成雾光 很多人会当老件来买 所以呢 这至少也有十万以上的行情 哎呦这么高 九多少十万 十万 十万对 就是光空瓶 是美金啦 是台币还是什么 台币 你不要一直想八千五百万了 对啦 现在有十万已经很投降了 因为我朋友是一片好意了 那借给我上这个节目 但是不等于是百分百的标准啦 参考一下也不要难过 我再告诉你 它那个 它那个统绿 好像越来越多人支持你 还要看什么 不是啦 这个统绿都是做上去的 还有这里面 里面还有现代的胶水 它是混调的 它不是像古代那样子 用石灰跟那个猪血去蒸 石灰是用铁斑磨碎加石粉 这一个 对对对 可是它这个有现代的胶水 现代的胶水啊 对 好 好 来这一瓶的话也不得了啦 也不得了啦 这千万也十几万以上啦 也是用心良苦 对 对 那虽然没有八千五百万 但是后面的话 里面的酒因为没有喝 我们真的不晓得它的价值 就是一天到晚想喝就对了 老小林不要想了啦 老原是清晓出气的酒 怎么会也可能让你喝呢 好 接下来我们看 来接下来的话呢 这一个呢 是成年的送走 茶 茶叶对不对 好 那我们请慈老师 上来帮我们看一下 这一个茶 那这个 孟非孟大哥 您这一个送种的茶叶的话 是怎么来的 哇 这个送种茶 来 我慢慢的捧起来 来 这个送种茶呢 是 也是我岳父送给我的 您岳父对你的吗 我岳父真的对我 女儿都送给我了 对啊 那这些身外之物算什么 对 我告诉各位 所以我怀疑岳父也是喜欢老的东西 喜欢老的东西 连女婿找的都比较老一点 都要 比较成熟 因为越成越香嘛 是不是 那我也不等于说现在年轻人不可靠 也不能这么讲了 就是缘分啊 那这一罐送种茶是这样子 各位讲 这一罐这一碗茶叶呢 是我岳父年轻跟我岳母啊 他们结婚的时候 四十多年前买的 那他当年买我问他 我说爸爸这个你买多少钱 他当时买是一千块台币 一千块台币啊 那我岳母呢 就补上来说 当时的金子是两百多块一千 哦 那时候金价比较便宜 那现在四千多块一千 对 所以那时候买 其实已经买很贵了 对不对 那个时候是 那时候算贵 贵了 那去哪里 他是去哪里买的 这个我都不清楚 那还有 没有 还有哦 我跟各位讲一下 那我岳父送给我这个意思 就是说 因为他跟我的岳母 结婚年轻的时候 现在都已经有孙子了 那么就是白头到老 所以他送给我 希望我跟我的太太是白头到老 因为以前我记录 讲了一下 不是很理想 有点遗憾 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哦 特写看一下哦 这是我岳父强调的 来 送种嘛 他送种给我 哦 你懂吗 哦 你看看 就是优良的品种 让我传递下去 所以 我现在有两个很宝贝 很健康 读书也读得不错的 所以他们都姓送种 他们都姓送对不对 我 所以我岳父 我岳父就是三个女儿 三个女儿一个儿子啊 他给我的时候送种 OK OK啦 我明了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名字啊 车里面送种 送一个种 好种是 好种 好种 听一下 哦 这个保存得很好哦 听那个沙沙的声音 老师你在中间 来来来 老师在中间 请老师告诉我们一下 这一个茶叶 慢慢看一下 为什么叫做送种 然后这个茶是从哪里来的 送种其实它源自于广东 潮州那一带 那那个部分呢 有一个山 它那个山里面呢 有一棵树 大概四百年到五百年 叫送种 那这个树呢 现在被保护起来了 这个制作单位很用心 他们找的这个资料 好来 真的耶 那个叫什么树呢 凤凰山 这个地方呢 是中国乌龙茶的一个故乡 叫做凤凰山 那为什么叫做送种 那送种的话呢 其实这个茶树呢 就是位在这边 那这个地方呢 其实就是位在潮州市 潮州 好 广东的潮州 潮州 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凤凰山 那同样的 也有一个美丽的故事 这个故事呢 也跟皇帝有关 而这个皇帝呢 就是宋朝时期的皇帝 对不对 那宋朝时期的皇帝呢 逃内逃到这边以后呢 结果呢 很口渴 然后呢 就摘了这个树上的几片叶子 就把它烹调成这个茶汁来喝 就喝了以后 生津解渴 从此以后呢 这个茶树呢 就广为流传 然后呢 他们就把这个茶树呢 叫做取名 叫做送种 对 这个故事当然很凄美 不过落实到这一段 很凄美啊 对 就是为什么叫送种 对对对 为什么叫送种 这个是因为一个 在中国茶的这个世界里面 大家都会有个指标 比如说大红袍 那送种 这就是一个指标 那这里到底是不是真的送种 还有这个罐子 这个罐子它做这个样子 这是福建的一个特色 它就叫酱油 所以你看它肉胎酱油 有点像装豆腐乳 对 豆腐乳那种 那这件东西呢 它外面有蜡蜂 是 看到有蜡蜂 哪里啊 这里有蜡蜂 有蜡蜂 蜡蜂 所以它两个颜色 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 是用蜡蜂封下来 那这个logo呢 上面有一只鹤 对 有一只鹤 有没有看到一只鹤 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一个品牌 因为刚好 为什么刚刚冒出说迪化街 我在大概25年前 我也在迪化街找到一罐这个 等于说四十几年前卖 都25年前还在卖 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有一个 是不是跟你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但是我这已经打开了 我没有这个线 所以呢 我可能没有你那么好运 有好的种 线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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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女儿吗 没有女儿 没有女儿 你看 你看这个是 有一只鹤在里面 突然是一样 那确实 你在在迪化街买的 在迪化街 所以我刚刚说 这一个东西在迪化街 是 那这个有一个来源 因为在七零年代台湾很仰慕这个过去中国的茶 那很多人呢就会用这个宋总啊大红袍啊这个名称来做包装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呢是当时呢台湾做成大陆的这个茶 你会装的是高山茶吗 不是 那这里面呢 因为制作单位说你舍不得开 因为是岳父送你的 你非常珍惜 因为我岳父让我白头到老嘛 他白头到老 先送给我白头到老 我也要弹给我儿子啊 那我开了不值钱啊 所以我这边就打开了 这个里面 里面有一张红色的纸 写 陈年宋总 看到没有 有红色的纸 里面还有一张 那张纸 怪在上面 那赤老师这里面的茶叶是不是 这个是 等于是迪化街那边的茶商 然后跟 潮州那边的茶商进了原料进来以后再拔自己包装 不是 那是台湾的包种茶做的 还不是潮州的 但是呢 台湾包种茶 包种的改宋总 然后呢 他把这个茶的烘焙成很火很足 它颜色有点像银白色 非常 入口也非常好喝 好 问题来了 我们要来估价一下 它里面放的不是真正的宋总地区凤凰山所出产的乌龙茶 但是他放了包种茶 好 放的年代大概放了多久了 40多年了 40多年 对 好 会不会阴错阳叉 这样子的话反而它的身价更高 你如果真的是送种的话呢 放到现在的话 它的价值到底在哪边 你刚刚当边的黄金 那因为台湾的这个包种茶其实也非常的不错 是是是 你如果真的是混到的 这个放到的是包种茶 然后烘焙出所谓的送种的味道 它搞不好的话呢 还是很特别的一个茶叶也是一绝 好 我们现在呢 请你拿着 来 我们请老师来帮我们估价 好 这是来自于台湾迪化街 好 存放了大概约有40年 完全没有开封 爸爸 你在迪化街买的 那风货的 具有象征意义 送种给孟非的 是 送种 好 送种茶 目前市场上行情价是多少 好 请建价 一千块 为什么是一千块 他送了两个女后给你要去写啦 对 这个茶呢当然约布送你无价 难道没有好种就这样讲我的茶 不是 我约布四十多年前就一千块新台并买的 我刚还以为多厉害 爸爸呀 没有 这个 我还说两万耶这个 这个有一个原因 是是是 因为当时这些茶是为了要仿成那个样子 所以它基本上已经赔出碳化 已经碳化 所以这个茶已经放到 你到现在喝还是碳味很重 所以也就是说这个茶没有再后发酵 没有再变更好 这个是送种茶 谁也不知道 我相信我约布的 这个不是包种茶 这就是送种茶 你怎么有两个孙子那么强壮 他就送种就对了 对啦 送了种给你的话 他只不是一千块可以衡养 对 一千块我们不用在研究他太多时间 好来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看往下 往下这个更厉害了 厉害了 这个的话呢告诉大家 一定要仔细的看 我们一人拿一个 你拿方的我拿这个圆 好 好来 我们请那个孟非孟大哥 告诉大家 我先告诉大家 因为呢 这一个茶的话呢 不得了 那我们让大家看一下 真的是西式珍宝 这个茶您是怎么来的 这个茶 是我当年 在90年的时候 去大陆拍雪山飞虎 是一个领导送我的 一个领导送你的 他收藏的 那 因为我是第一个踏上长白山 对 五刀弄枪的一个大侠 他很欣赏我 那 所以就结缘 那我们处得很好 那我们就不讲名字了 那么那个时候 因为那个时候 讲的一些话还蛮落后的 就是二十 二十多年前 那时候他们其实还不懂得品尝 他只认为说 对对 他只认为说 这个 这个就是他很古老的东西 你看 非常非常的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而且呢 我在中国大陆这样跑 我还没有看过这个东西 但是呢 有一个东西 我曾经看到过 是 然后呢 我把它转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仔细看一下 来 是 来 给大家看一下 哇 一丝一丝的东西吗 好 给大家看一下 他的包装方式非常的特别 然后呢 这边上面写着 依照封号 好 我请梁老师 等一下 重要的 你还没给他看吗 来来来 没有没有 我就是要让他看重要 先看完再说 老师很厉害 来 老师给你看一下 您看一下这个包装 这个包装 我曾经在中国大陆看过 但是我看到的东西 跟这不太一样 它不是拿来做包装的 好 它这是一个用动物的皮 哇 厉害 厉害 因为在过去很多的老包装里面 对 用动物的皮 而且这个皮要被后置敲过 对 敲扁了以后保存食物 所以您评估一下 这个大概是用什么皮下去包的 不是狗皮药膏 不是 狗皮药膏也就是用狗皮 据说是羊 羊应该是羊皮 好来给大家看一下 刚刚你看 刚刚大家就看到 这一丝一丝的 这一个地方是雪丝 对 这个地方是雪丝 那我在中国大陆 曾经看过人家用羊皮做什么 羊皮筏子 北方人 他们在横渡那个 渡那个黄河的时候 都会用羊皮 羊皮的皮把它拔下来以后 把它缝起来 里面把它灌细 然后把所有的羊皮 全部把它套成一套 它就变成一个筏了 刚刚主持人讲的一个故事就是羊皮筏子 其实在当时运茶西藏那边 除了茶马古道以外 还有是用海陆 河 就把茶叶全部装到羊皮的筏子里面 所以在这几十年来 很多人去找到一些羊皮筏子里面装的茶叶 整个拿出来 你说放到羊皮筏子里面 对 就把茶叶整个像湖北的青砖茶就放在里面 哦 就用羊皮筏子来拔 对 好 然后呢 我们呢 你两个拿着 这两个应该要一块看 一块看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一个呢 是在广州里面来的一个新闻 我们看一下 这个广州的新闻呢 曾经登载过这个跟你一模一样方形的 这一个茶 它呢也是易照封号 跟你的一模一样 跟我这个一模一样 记者呢 昨日对于这一批这个茶叶先堵为快 那这一尊普洱茶的外表呢 是用黄色的牛皮包装密封 其实应该不是牛皮啦 应该可能是羊皮 对 因为记者大概不是很懂 跟你那有点像 上面 我们来比较一下是不是一模一样 上面贴有易照封号的封条 封条上面呢 还写有 好 这一个是满汉茶匙 加湖诗典 据现场的专家介绍呢 易照封号呢 是清朝的老茶号 是代表着这一尊茶叶呢 出自于该茶号 同时呢 这一个也代表它的一个身价 因为这一尊茶叶呢 当时只用于公奉官城 就是那个如果说是清朝的时候 就是皇帝他们清朝的宫殿里面在用的茶 好来告诉大家 目前全世界呢仅存在二十余个 全世界就二十多个 这里我有两个 你有两个 这边也有两个 这还不得了 来 后来呢 那个媒体里面报导 给大家看一下 清光绪的老茶砖 一模一样 易照封号 来 光绪二十三年 一一八七九七年的 易照封号的普洱茶砖 目前全世界仅存二十一个 估价的话呢 约合台币一块哦 一块 两百五十万 好 来 您看看 所以您自己估的话呢 这两块砖呢 这两块砖 那这个都有记载嘛 都可以查得到的 他们在广州拍卖的时候 是五十万人民币 一块 就是我刚刚讲的嘛 两百五十万 没有错 你们真的有做功课 所以两块的话是多少 就是五百万台币嘛 好五百万哦 一百万人民币嘛 所以你刚刚看 这一个呢是八千五百万人民币 这一个呢 两块的话是五十万人民币 所以在我身上都好像很值钱 在老九龄嘴巴讲都不值钱 但是 没关系 这次不是我哭的啦 这次不是我哭的啦 就讲嘛 你有你讲我有我讲嘛 对不起主持人我插话 没关系 来我们请那个陈老师看一下 对对对 仔细地端详一下 是是是 好好地看一下 千万不要跟老九龄一样 哭了一个价格 孟大哥 不下心装有恨 哈哈哈哈哈哈 真的那个血湿还很清楚 真的 对 只是从清朝光绪年间 这也不是我们做的事情啦 这个保育动物的这些人是不要反对 那是以前 羊肉可以吃 羊可以齁 对啦 羊肉肉啊 只是从清朝光绪年间 放到現在那個微血管 未免也太真實了一點 那個鮮紅色的血管 你不要左右老師判斷 好,來 你不要左右 好,我們先評估一下 評估完以後我們再來講 好,這個呢 是清朝一樣光緒年間 光緒年間的東西還真不少 好,這個兩塊的老茶磚 普爾茶 那孟非孟大哥鋪呢 是一塊茶磚約合台幣是250萬 兩塊呢 是折合台幣是500萬 目前市場上行情價是多少 起見價 開幣 哇,不錯不錯不錯 好,這個兩塊的老茶磚 一塊茶磚約合台幣是250萬 兩塊呢 是折合台幣是500萬 目前市場上行情價是多少 起見價 兩萬塊台幣 哇,不錯不錯不錯 兩萬塊台幣 哇,我現在上這個節目有點神經病 欸,不要因為我上這個節目喔 你是英明回憶一代喔 欸,這裡快有一萬塊耶 我都覺得這個... 一萬是兩萬 一萬塊一片 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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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給各位看一下喔 我這邊也有一片 是是是 你也有啊 這一片呢 其實世界不是只有20片嗎 對,為什麼 本節目就已經出現三片 這一片呢 所以台灣啊 是Copy King啊 這沒在做 250萬 馬上有一萬就要賣 他已經要搶生意了 這一片是從福建的福州 福州 他在1月25號 我特別把這個簡訊把它扣下來 1月25號下午10點03分 他寫說 在品百年易兆封號老撲爾 請池宗憲老師打官 老師在嗎 因為我沒有馬上接到電話 一定是山寨版的學生 然後他打開了有沒有 肯定是啦 打開了這個場 有沒有看到 你看,可以打開的 好,來,老師給我看啦 這麼貴的可以打開 你小心嗎 來,你看著這個獎 來,給大家看一下 他已經把這個茶葉打開 那前面有一張呢 是他還沒有打開的樣子 這個圖案呢 是一模一樣的 可以看一下 看看 在最前面 看哪一個 好 就跟你那是一模一樣的 一模一樣的 有沒有 一看就 兩片有沒有 然後 這一看就不太一樣 色色就不一樣 你看,它這個是白的 沒關係啦 那老師後來呢 打開來看以後呢 這個茶呢 他們本來要帶... 不對,左邊 左邊 這一塊嗎 他們本來是要帶來台灣 請我鑑定 那我跟他說 你先傳照片過來 那這個茶呢 簡單講就是說 在中國呢 尤其是你剛剛提到 拍賣那個 確實有這件事 可是在2003年 這個茶已經在市場上 就有賣過 兩千塊的民幣 因為不是我說它多少錢 因為重點是 我也是根據那個報導看的 譯照風 這是... 這個不是茶號 這是茶莊嗎 這個是不是茶莊 對啊 這根本就是賣甜點的吧 這是賣茶石的 你看,你看它上面不是寫的嗎 賣茶石的 滿漢茶石 加糊絲點 它是賣茶石的 所以呢 這個號並不是 我們一般認為的 像普爾茶的什麼號什麼號 不是那個東西 那過去在清代 確實商店就叫號 你相不相信 聽聽姐就算了 沒關係,參考啦 參考,什麼都可以參考 沒關係,你們如果不相信的話 我可以去看一個 來,給你看一下 我連這一個印章 我都可以買給你 這個呢 叫做譯照封號的印章 你買來以後 你就可以馬上Copy這個了 現在的那種 人民幣呢 只有650塊錢 那台幣呢 三千兩百六十二塊錢 你花三千多塊錢 你可以Copy出好多個 講真的 現在的仿貓集團很囂張 真的 節目都改用上來了 我再猜這一個 我再猜這一個 就是 印出來就是您這個 一模一樣吧 你看 板是同一個 板是同一個 而且 連這個板 它都可以做很多個 但是我跟陳老師 這裡面的茶葉 到底好不好 對,這個就是一般的普爾 就是窩堆的 然後它把它封在裡面 那又有動物的味道 對 又有這個皮 因為它是楊胎粉 這好嗎 所以那個味道就 你打開以後就 真的 你聞聞看有燒味 對 你聞聞看 你聞聞看 聞啦 給我面子 所以 所以才有大陸人會寫信來 因為他還是看了節目 以後說 你們有幫人家見茶嗎 他說 來問一下說 這個 茶能夠放多久 他先這麼問 後來才寄照片來 這個 這個喝了應該很難喝吧 而且 喝了不會很舒服 對啊 因為我剛剛聞那個皮革的味道 它其實不是已經燒味 我這是喝故事 喝故事 喝故事 對啊,喝故事 好,今天謝謝孟非孟大哥 謝謝你 謝謝 好,今天呢 澤治梁又翔梁老師 男老師您好 梁老師呢 今天呢 也帶來了一瓶酒 這瓶酒的話呢 也非常的特別 對 其實呢 在老酒林前面 你拿任何酒出來啊 都會被他的法眼看穿 但是你這瓶酒 他剛一來的時候 他說他沒有吃過 他沒看過 因為我一定要拿他沒看過的 這個節目才好看 對 太高孟非大哥對不對 我一定要拿他沒看過的酒 而且在市面上 你越說他沒看過 他越講得低 而且在市面上 沒有的酒 因為你要知道 其實很多東西啊 在市面上都買得到 在我心目中是不值錢的 對 如果你買不到 他值錢 好,所以這一瓶酒的話 你在市面上是買不到的 買不到 那您怎麼會有 這個其實因為在 那個年 那個是2006年吧 那時候就是 就是 台灣觀光傑出人物 對 就是因為我們替台灣的觀光啦 有些貢獻什麼之類的 大概那個活動裡面 就是有些紀念品啦 這是其中的一個項目 那聽說只做了一千品 總共只做了一千品 只做了一千品 一千品 因為觀光協會沒有那麼多的錢 而且最有意義的是 當時呢 在台灣非常有名的 畫畫的 畫牡丹啊 畫畫會的 這個畫家 叫梁丹峰女士 梁老師呢 跟我又同中 她畫的畫呀 而且為了這樣的一個活動 畫了一幅畫 所以那個時候呢 觀光局就把這個畫呢 燒到這個酒瓶上面 那個酒瓶特別的漂亮 好,我們可不可以打開來 讓大家來看一下 小九零你開吧 好,摔破了你就得賠 好,這個是台灣觀光協會呢 五十週年的時候呢 所紀念的時候 當時呢 總共呢是 只 一千品 一千品 那一千品裡面的話 可能就是分送給這一些 對於觀光有貢獻的人 那其中呢 也包含了我們的梁老師 梁又翔梁老師 我在這麼多的行政單位裡面 我真的要幫觀光局 所有的工作人員要拍拍手 那時候我們到德國 你要知道那個吃的東西帶不進去 為了推展台灣的美食 我們偷渡啊 罰錢罰自己的啊 要帶台灣的這個 你看我最有趣的是 帶著台南的貢丸 還有杜曉月的這個肉燥 到那裡當場現場表演 台灣的蛋紙麵給外國人吃 啪拍昌龍 可是我進去的時候多恐怖啊 那時候帶著這個貢丸啊 一球一球的他把它 我叫他把它真空 變成一片一片 放在我的皮箱裡面 如果沒有真空 他是沒有辦法帶過去的 對,然後呢 放在皮箱 但是他掃描看了一粒一粒 What's this? 就問我 後來我跟他說 我說那個做的汽車店 這樣演得夠過句 我說是汽車店 因為我的這個朋友在這邊 台灣,Made in Taiwan的汽車店 很舒服的 OK OK 過關 我帶了總共帶了一千多粒 過關 過關 所以那個要反應機制啊 他送我一瓶酒 我覺得 這樣太少了 所以你們那時候的話呢 其實要把台灣的美食推出去的話 全世界 是應用這種方式 各種各種很新 要不然的話那邊的話 你沒有辦法做出這個味道來 你非得要從台灣的食材 要把它帶過去那邊 是 好,來我們看一下 這一個酒 剛剛老師有特別講到 就是這瓶酒的話呢 這裡面的話呢 是由梁丹峰老師所畫出來的 梁丹峰老師的話呢 非常的有名 而且呢 他是在 是明傳嘛 明傳設計學院裡面呢 當任這個 教授 教授 對 那他年輕的時候呢 其實就有利世界各國 而且他每流 有利某一些地方的時候呢 他會特別在那個地方呢 畫下他的畫來 是 所以呢 他有旅行畫家的一個稱號在 對 非常用功 非常非常的 他也很有名 而且我告訴你 孟非他 他有廣東人嗎 廣東人 廣東人呢 你看廣東人都很傑出的 好 梁丹峰梁老師呢 80歲了 那他的畫呢 非常非常的有名 那這一幅畫的話呢 就是由梁丹峰梁老師所畫出來的 這個是手繪的嗎 還是印製的 手繪 這個是印製的 這是印製的 這是印製的 但是不管是不是印製 它只有一千瓶 就是說 因為當初這個酒 而且你看這個非常飽滿 來 290搖一搖 你最喜歡搖吧 對 但我覺得你搖酒在電視節目上這樣 這個 等一下我要跟老九琳有一天 因為我很喜歡看你的節目 嗯 老九琳有時候搖酒的知識很不好看 他每次這樣搖 身體要這樣跟著一起搖 懂嗎 好 你搖一遍我們看一下 這樣才有節目 你上節目要有什麼 老九琳是專業 你搖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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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老師搖一遍 對 柔一點 來來 這樣就知道了 不要每次這樣搖很久 我們是要知道裡面的酒 要不是要再做什麼 什麼 舞蹈節目的 舞蹈節目的 好啦 我只是給你建議 他說你要有那個韻律感 我只是給你建議 我們的差別就是你有韻律我沒有 好來 我們看一下 這2006年 2006年 上面 有有有有 寫得非常的清楚 我稍微往下一下 讓觀眾朋友們看 這個是玉泉特級成年紹興酒 這個是紹興酒 而且是台灣煙酒賣局的紹興酒 那的確是2006年的 好 我們請老九琳幫我們顧一下 這個是台灣觀光協會 50周年的一個紀念酒 而這瓶酒呢 裡面所裝填的是這個 陳年紹興 陳少 好 2006年的酒 目前市場上行情價是多少 請見 價 沒有行情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我講的沒有行情 OK 不要不要不要 我要解釋一下 你看一下 這個現貴正用不得轉送 你哪來估價 你哪來估價 你不是 但是我跟你講 像這種還是可以賣 只是他這個呢 我要解釋一下 等一下 老九琳我問一下 他這個是被限制 限制潰陣已經賣到 更值錢 對啊 應該會更值錢 就等於是說 你在房間上面是賣不到的 對 要解釋一下 第一個 這個 他說限量1000名 他這裡也沒有寫 但是如果依他是很好的酒 這樣出來的話 他跟他訂大概是要1500塊 跟成本 成本要1500塊 那這種酒 喜歡的人5000塊都不貴 5000塊都不會貴 但是他寫這樣子 然後 然後 我要怎麼顧 但是我覺得這一瓶酒的話 它有一個藝術價值在用 對 這怎麼樣的話呢 即便是印製的 這表不齊的 就是1000瓶 梁南峰梁老師的話 這個 他應該要標示出來 標示出來 如果他這樣的價值性更高 你說標示什麼 限量1000 限量一些 他都沒有寫 那第二者就是說 這個 那個 就是關鍵